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这一讲我们学习 Noodle界是爬虫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是参数的获取解析 那么我们这一讲的主要内容包括两部分 第一个是Express当中对参数的这样一个处理 第二个的话呢,是我们URL当中的一些处理 那么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Express 那我们都知道Express呢 它是一个MVC路由的这样一个方式 那么它Express当中呢,提供的参数分以下三种 第一种的方法呢,就是路由参数 那么什么叫路由参数呢 我们都知道 在我们在访问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我们经常会遇到类似像这种 然后呢,这是第一级,对不对 然后呢,这下边可能还有A 然后可能下边还有B,然后还有C 这样一种 那么这种呢,就叫做路由的这样一种模式 那么里边呢,从index第一个左斜杆开始 那么后边呢,我们都可以把它叫做呢 对应的一个参数 OK,那么这就是路由参数的这样一个定义 那这个路由参数呢,它就是通过request.params来进行一个获取 这是起义 那么第二种方式呢,是我们常用的一个get 那get的方式呢,就是问号 这样一种 里边呢,是一个key等于value这样一种模式 所以呢,这个地方用request.query这种方式来进行获取 和我们通常所用的方法呢,是一样的 那么第三种呢,就是我们的post的方式 那post的方式呢,就是我们指定一个路由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路由里边呢 通过这个,对这个路由里边的内容呢 我们发送一个post的这样一个数据 然后呢,在解析的时候 我们通过request.body来进行获取 也就是它的内容呢,是符合在这个body里边的 OK,那express呢,主要是分这样三种 那么具体如何来实现呢 我们现在呢,就给大家实际的来演示一下 首先,我们来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实例当中 首先呢,我们来建立一个文件夹 我们首先呢,我们先 首先我们建立一个文件 那么我们建立在 OK,C盘哈 这个地方呢,大家在我的C盘下边来建立 那C盘下边呢,我先建立一个 大家像跟着我来看一下吧 首先呢,我就直接建立这个根目录下边啊 首先呢,我在这个地方呢 我C 首先,我这个地方进入根目录下 然后呢,我这个地方呢 叫做params demo OK,那我们建立这个 然后我们cd params demo OK,里边内容没有啊 首先呢,我们在npm 首先我们呢,建立一个package的json 这样一个内容 这个package的json呢 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的这样一个包 OK,那我们nison呢 nim呢,就是params demo 然后我们的版本1.0.0吧 OK,然后描述的话 就是params demo 然后呢,进入就是index.js 然后呢,test command不需要 keyword就是params demo 然后呢,这都不需要 然后呢,紧接着是OK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它创建起来了 创建起来,大家会看到这里边其实有一个package的json 现在呢,我们要将拥有impress 那我们就安装一下 然后呢,我们安装成本地的 本地环境这样一种 那么在安装过程中呢,稍微等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呢,可能是这里边有点乱码的问题 大家先不管这个 那么紧接着呢 咱们呢,就在这个目录下边来建立我们想要的内容 那么首先第一个,我们来 这个我们先,这简单项目我们先关掉吧 然后呢,我们先open 然后呢,我们指定我们现在的这个路径 就在我们c盘下边的啊 所以我们看一下,路径 c盘的paramers demo 就这个内容啊 OK this.window吧 OK 在这里边呢,我们现在看到的里边内容呢,都还没有 我们先看到这里边再获取 那我们先暂且不管它 首先呢,我们要说一下我们express里边的内容 那首先呢,我们这里边呢,我们先建立一个文件夹 先建一个 先建一个文件 先建一个文件吧 这个文件呢,我们就叫 现在我们index,对不对 我应该我们这应该是建一个js文件啊 一个入口文件 用呢,javascript 然后呢,index 那么这里边呢,咱们就建立这样一个文件 首先呢,我们要 说一下 vr 然后呢,我们这个地方用的是 express 然后呢,我们这个 require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要用哪个模块呢 就是 express这个模块,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这个app 那么就是 express express 然后我们要给app建立一个 leason 那么 它 会监听一个端口 我们比如说3001 然后呢,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 方法 这个方法呢,我们就在这里边打印一下 console.log console.log 然后呢,我们说 这个 这个地方3001 然后 app is running at 3001 的 单口 这个地方呢 我就 这样写一下 那么正常情况下呢,我们这个地方呢,就应该说 这里边 这个好像是挺慢的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路由呢,其实就已经能够 我们现在这个服务呢,就已经 moc的框架呢,就已经给它打印起来了 然后呢 紧接着呢,我们要在app. 我们当前目录下边 对不对 首先呢,我们说第一种 第一种方式 我们第一种方式呢,我们是作为路由的话呢 我们说get的这样一种 啊,get 那么这个地方呢,我给它说一个 get的这样一种方式 get呢,首先它会get这样一个路径 那么我们现在就 当它访问根目的下边 那么 这里边呢 我们里边有两个方法 啊 有 这个方法呢,就是我们访问的时候呢,它要做一个 回调 回调里边注意 这里也有三个参数啊,res和一个req和res 就是挺求和响应 然后呢 挺着 把一个next 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先 既然是 它是参数,那我们 params 等于 那么 我刚才说的 它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做呢 它是用 tory ok 那我们把 tory.log 那么我们可以 咱们把这个参数给打印一下 然后呢 同时呢 我们点resend 我们把这个内容呢 同样给输出到我们的桌面上面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先来 看一看 那到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项目呢 给运行起来 那我们这呢 已经把这个项目运行起来了 运行起来了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内容的这样一个输出 大家看到呢 我们现在在访问的时候呢 其实它里边这样的内容呢 是 我们对比的代码来看一下 我们这里边内容啊 相当于我们的参数 目前呢 是把参数给打印出来 那我们先看一下整个内容输出 大家可以在我这边页面呢 我来做一个输出 这边是我们刚才访问的这样一个页面 那么我们现在直接访问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 这内容为空 那我们这个地方 那同时呢 我们在这里边呢 也一样的 我们看到有相应的这个内容的这样一个输出啊 OK 那我们一样的把这个项目呢 为了我们测试的这样一个方便 我们呢 把这个 嗯 我们安装一个全局的 super 回首 那么 这样的话呢 我们现在第一个就已经OK了 那我们 我们再说第二个 我们第二个是什么呢 我们就要做一个 我们是路由参数的这样一个解析 这是get的啊 OK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呢 先复制一下 复制一段这个 把这个代码呢 先复制一下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呢 做一个 我们这是路由的啊 rooter的 那么 大家都知道这个rooter这样一种写法 它是一个 我们是一个带冒号 然后呢 我们写一个路由 我们具体要写哪个路由的内容 OK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呢 如何来写呢 这个地方 我们比如说 这个地方呢 我们比如说是输入一个ID吧 好吧 那么到时候呢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如何来可以访问到它 那么我们都知道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用哪个参数呢 是params啊 所以我们用既然用params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要用路由的这样一种写法 用冒号 我们比如说是ID OK 先保存一下 那么这个地方呢 它没有按上 我们先先不管吧 然后呢 我们还是用 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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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起来 3001 我们在这边呢 看一下 我们刚才呢 是这个地方输出出来的内容啊 那么我们现在呢 把它换成什么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换成 既然它是ID 对不对 那我们到第一个路由 比如说我这个ID 使为90 OK 它这样ID就设为90了 看到没有 那么如果我要把这个地方呢 我要把这个内容呢 稍微换一下 我怎么换呢 如果ID 然后呢 我再写个冒号 name 啊 以这样一种方式来 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写 那么 我们将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 那我们这样ID 比如说30 那么name 我们是这样写的话 大家会看到 这个ID和name呢 它最终在传输的过程当中 啊 将会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来进行这样一个传递 大家也可以看一看我们这个ID和name哈 这就是一种路由参数的这样一种传递的方式 就是一个值对应到我们的就是一个写 这是一个值 这是一个值 这儿是key 那么这边呢 对应过来的呢 就是value OK 那大家要明白这一点啊 那么第三一种写法呢 我们就是我们常规所用的的就是post这样一种方式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呢 作为一个post 这个地方 我把这一顿呢 给大家复制一下 这样呢 copy OK 然后呢 past 这个地方呢 大家注意一下我用past post呢 一样的我们post的到一个路径 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叫post这样一个路径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post的这样一种写法呢 它是用body来进行结束的啊 那么大家要看一下我如果是这个地方改成这样子的 大家会看一下这两种有没有什么样的冲突 其实这两种呢 其实是有一个问题的 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我内容我写成一个路由的这样的方式 到底它是采用的是我这个路由的这样的模式呢 还是post的这样的模式 OK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要去指定我们的这样一个post的这样一种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先来访问一下 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是用刚才post的嘛 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 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呢 id就已经给我们来打印出来了 啊 那么这个地方打印出来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说明一个情况 现在看到了 大家看到的是id 输出的这样 说明一个情况 说明我们这个地方呢 启用的是这样一种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要把这种方式呢 展示给注释掉 我们这种注释掉以后呢 我们现在来 要用post的这种方式来进行获取 OK 那么咱们这呢 就写一个关于post的这样一种方式 这个地方呢 就用post了啊 我们这怎么来写呢 我们这个地方呢 也准备了一段代码 这段代码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来 使用一下 我们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post 那么我们先在我们的这里边 我们先给它打开吧 这里边呢 我们把这个post稍微改一改 这儿我们有一个页面 咱们拎过来 这里边呢 就是post的这个内容 我们首先把这个路径呢 我们给它换成我们现在的这个路径 OK 咱们这个路径啊 看一下 3001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 是我们两个参数啊 大家注意一下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地方来看一下 我们最终 所返回的这样一个内容 首先 咱们把这个页面呢 先运行起来 这里边呢 我们先说一下 这个post OK 咱们这边呢 先来 给它看一看 这一块的内容的话呢 我们现在看到这样一个body 然后呢 这里边所 打印出来的一个值的问题 3100 1 咱们再来刷新一下 咱们看到呢 这个地方是undefined 啊 没有定义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里边的内容 有没有 觉得 我这个body不是获取到的吗 为什么这个地方是undefined呢 对不对 那么这个地方要说到另外一个内容 那就是我们这个 在express当中 对body的这样一个内容的一个解析 OK 那这个内容呢 我们要引用一个body price 所以呢 我们这个地方呢 要给这个地方呢 给大家 重新加一个npm store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body parser 然后呢 我们一样的要安装成一个本地的 这样安装完了之后 我们代码呢 如何来进行调整 首先呢 我们这个地方要写 vr 啊 我们这个地方呢 要这样 这样来写这个 首先vr呢 然后 body price 然后呢 require 我们要把这个呢 body price 要给他引用进来 对不对 那么body price 注意啊 这个地方是一个 还有一个rbody price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引用进来了之后 我们这个地方要设置两个地方 一个是呢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呢 相当于要把几个配置 要把它用起来 body price呢 点 json 我们要把它使用了 然后呢 app点 还要使用一个 这个地方在哪个地方可以看到哈 在 我们在用express在新建一个项目的时候呢 会用到这些那种 啊 url呢 encoding 这个地方呢 我们 我们用 我们用哪个内容呢 我们肯定是 用我们的 extend 然后呢 force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这个 内容呢 就这样给他使用起来了 就是相当于呢 我们现在呢 把body price啊 给他加过来了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要用这里边的内容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这个body price 现在我们需要重启一下我们这样一个服务 OK 重启一下这个服务 我们呢 把这个load再重启一下 重启一下呢 然后我们现在再来运行这个内容 大家会看到这个内容呢就正常的就获取过来了 这就是url里边的这样一个处理的一个就是内容 那么 那么这个body price呢 这个就是对内容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解析 那么 我们这个地方呢 还是要把这个 为了我们不重启服务哈 我们还是要把这个 然后呢 我们要 还是要把它安装起来 这样呢 我们就要方便一点 OK 这样安装好了之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就用 supervisor 然后呢 index 这样的话呢 咱们就可以不用去重启这样一个内容 那么 紧接着呢 我们就要说一个app 当中的呢 我们有一个呢 是做url这样一个解析 这就是我们这里边呢 要讲到的一个内容 那我们做url的话呢 我们其实也无会分这三种 我们传递一个url 那么我们内部呢 要进行一个解析 那么我们解析呢 分三个步骤 第一个呢 是我们做那个字符串的一个查询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是做那个对象的这样一个转换 然后呢 再从内容当中去获取当中的这样一个值 那具体的步骤呢 我给这个地方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还是用我们这样一个内容来做一个演示 一样的 我们app 这个地方呢 我们既然是做url 那我们把这个地方改成url OK 然后呢 这个地方我稍微注视一下url的这样一个处理 那么这里边的内容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url呢 我现在呢 给他这样设置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首先呢 我们首先要定一个变量 然后呢 这个地方叫url Stream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内容 比如说等于https s啊 我们用之前的这样一个c s sno.js.org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叫tab 等于or 然后呢 at page 然后等于1 啊 这样一个例子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要 这这第一步 我们要是做url的这样一个解析啊 url这样一个解析 解析怎么解析呢 然后就说ur 比如说我们tray tray url 然后等于url 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呢 要用到url的这样一个内容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要用到另外一个命名空间 啊 这个地方叫vr 然后url 这个url的话呢 我们前面同样的要把它引用进来url 就是 require 那么这个地方呢 一样的是url 那把url呢 给引用进来之后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就要做到一个url 的 url呢 有这样一个方法叫resolve ok 那么 除了resolve以外呢 它还有一个price url price 那么它就把这个url呢 stream 然后呢 传进来 那么 它最终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既然你是这样一种方式呢 它是url require 这样一种方法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内容呢 给找到了 找到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这样呢 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内容呢 给打印一下 ok 这个地方呢 我 这个地方呢 我把这个地方呢 那我这样输出一下 我这样输出一下 啊 cree 这样呢 我们把console的log 我们一样的把它打印出来 好 console.log 这个地方呢 我们一样的把curl url打印出来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呢 再来访问一下我们现在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呢 是访问的什么呢 我们现在叫url 对不对 好 他说呢 不能获取的这个叫url 这样一个路径 咱们呢 看一下 这个地方呢 既然是post 所以我这个地方改成get ok 然后呢 我们再来访问一下 ok 这样的话呢 就是or和page1 这样就获取到了 相当于是获取到问号后边的内容 这个地方呢 url解析 也就是我们是问问号后面的内容 对不对 然后我们紧接着往下边走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要做一个我们的url 那么我们要做什么内容呢 我们要按照我们这样一个步骤来看一下 第二步的话呢 我就要做查询的这样一个对象了 对不对 将查询对象将查询的参数呢 转换对象 那就是参数转换对象 ok 就是params true object 那么参数转换对象 我首先呢 我命名一个对象 obj 等于 那么他这种转换是怎么样的转换呢 还是就要用到一个 我们这里边又又要用到另外一个包 这个包呢 是叫参数的这样一个转换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呢 命名一下用哪个包 啊 比如说QS 然后呢 require curring string 我们要用到这样一个包 那么我们用这个包呢 那么这个地方怎么写呢 叫也是一样的 QS 然后呢 他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做转换对不对 ok 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呢 QS 对吧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既然做转换的时候一样的哈 我们知道转换的是哪个内容呢 叫 Qray URL ok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可以把这个 console.log 我们可以把这个obj呢 给打印出来 看一下 这个地方呢 同样的我们把这个obj呢 输出出来 那么我们现在呢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再来访问一下 注意看一下 就变成了type和page 那么既然这样是一个对象的话 那我们要获取里边这样一个字 比如说我们 啊 type也好 或者 啊 我们 这个地方呢 我们在 这是obj.page ok 这样的话呢 就比较方便的去获取到里边这样的内容了 咱们这个地方再刷新一下 就看到 oh page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所有的这样一个参数呢 就能够正确的去解析和传递了 所以呢 整个看这一块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哈 ok 那这一讲呢 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后续的课程呢 应该说是更精彩 欢迎大家呢 继续收听我们的后续课程 ok 再见